台鐵普游馬號列車21日在宜蘭新馬站發生嚴重反覆出軌 台鐵至今以馬拉松43小時不間斷搶修復救 台鐵表示,四國列車的八截車廂在今天凌晨6點55分都已經調離軌道區 其中兩截車廂在週一晚上已運抵桃園陽梅富岡基地 其他六截車廂預定在今晚運離 由於軌道有200多公尺遭破壞以及扭曲變形 預估至少需要6小時搶救時間 藉著電力包括電車線和耗製即可進場修復 目標預計明天中午前可全面修復,恢復雙線通車